那一天地震的情形是要很大 我怕我妈妈出去 我怕我妈妈跌倒 地震虽然已经过了半个多月 但对玉里居民来讲 依旧像是前两天才刚发生事 曾先生的家毁损不算严重 只供帮他把破损的地砖全部更换 第二天实际的就来关心我们了 我们的心情就会放轻松了 谢谢慈祭帮我们这个忙量 十月天秋老虎发威 超过35度的高温下来自全台 具有修缮专业的慈祭职工 忙着帮受灾居民正修家园 我刚刚出去回来 看到跟四姐这样子参与这种工作 真的内心蛮感激的 本来这些就是我自己要打 自己要做的 这户人家好几个出入口的门都被震坏了 志工修缮之外也帮住户想得更周到 如果说我们要把它清得干净 我们再去上去 它负责力不会那么强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清得很干净 这个心材的负责力很强 然后比较能够永久 比较牢靠一点 地震之后都不好睡 整个房子地都裂 房子也裂 看到慈祭人出现 我真的很开心 然后我们一些坏的东西 你们都修善主都帮我们修好好的 地震后受伤的不止家园 居民惶惶不安的心也要安抚 志工在里长的陪同下 关怀居民 陪伴他们一起度过这一段时光 大家新闻 这是美志工 花莲报导 我们在这里 Cotton 异时